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請問一下老師 什麼是米雕 米雕其實就是捏面人的證明 那很多人誤以為米雕刻在米上面 其實刻在米上面或者是刻在牙籤上面 很微細的那個工藝品 那個叫做蠔雕或芒雕或微雕 那米雕就是從冬至湯圓裡面延伸過來的 因為我們的湯圓是用糯米搓湯圓 用糯米做的 然後現在這項的記憶也已經失傳了 冬至除了吃湯圓以外 另外一個民俗工藝叫做蠔雕 那就是因為湯圓是湯湯水水 外帶不方便 所以就用湯圓剩下一點點材料 加上再來米磨成的粉 做人團 那就是現在的那本材料 然後去做人鴨、鴨、雞 來祭拜祖先 第一個表示對祖先的敬意 那第二個他外帶方便 一個可以當正使 另外一個當父使當典型勇 所以米雕呢其實就是麵麵人 那為什麼後來用麵麵人呢 因為主要是後來因為這工序太繁雜 然後後來變成中筋麵粉加很多米粉 好像我們現在在煮麵格打一樣 但是它會壞掉、會發明、會裂 所以為什麼我們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看到老祖先留下來的麵麵人作品呢 因為它本身材料就會壞掉 所以就沒有看到 沒有辦法看到麵麵人 剛剛講到那個雞不糕 因為呢 現在連湯圓都懶得做 都到那個超市去買 所以這種傳統記憶 也直接在示威、在流失當中 所以 我們現在把那個米雕證明 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 其實米雕就是麵麵人 那老師你覺得 你剛剛已經有講到過 捏麵人跟米雕之間的差別 那請問一下 那譬如說 教南部議員 它還是有捏麵麵的東西 那跟你現在在什麼狀態 那個 持續在流轉下去的 米雕有什麼 不必要 以現代來說 剛剛有跟各位報告過 因為傳統的捏麵人 第一個 它材料的關係 只要是弱麵的東西一定會 像我們年高 你擺一個禮拜一定會發門 一定會利 那如果傳統的捏麵人 這是傳統的用 中筋麵人加弱麵人 就是好像面格大這樣子 但是它對缺點就是 沒有辦法擺得很久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在故宮博物院 還有那個演藝展示中心 看到先人留下來的捏麵人 你既然要保存傳統的記憶 你要保存的話 不能後來才能保存 所以我們就慢慢研究 就是說 我們現在改的材料 就變成什麼呢 用吐司麵包粉 或者是玉米粉 加上白膠 以白膠代替水 因為白膠它乾了以後 就好像橡皮筋一樣 所以它也不會發霉 它也不會立開 然後乾了以後 久了以後 就跟石頭用印 但有的人問我 那你這個作品可以擺多久 我民國86年做得到現在 還在 已經二十幾年了 還在 那最起碼呢 可以證實說 最起碼它可以保持個三十年沒問題 但是南部呢 它還是用傳統的 所以它就很容易壞掉 還是這裡 差別在這裡 那老師呢 請問一下 那米雕跟麵葉粉之間的 各的特色是什麼 你說米雕的特色是什麼 或者是捏面的特色是什麼 其實呢 其實米雕是捏面的證明 它是同樣的東西 就是好像我們講 Tomato 就是番茄 國語講番茄 Tomato是外拉魚 但是你到南部去的話 它就變成干嘛餅 其實那個名稱不一樣 其實東西是一樣的 我再次強調說 米雕呢 其實它就是捏面的 從大陸從過來 那我們台語叫什麼 米粉紅啊 巧米粉紅啊 因為它主要是麵粉做的嘛 所以差別在這邊 那要再請問老師一下 那米雕的 它的 比如說它跟捏面人之間不一樣 比如說我可能就是 我材料上的不一樣 對 或者是我保存會比較久一點 可是捏面人不是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米雕 我可以做多大的支撤 捏面人呢 我可能只能在那主線上面做 做報 那我的意思是說 它的特色是不是就是 有這樣子的區域 或者是 所以為什麼我取米雕 其實米雕這個名字也不是我後面的 先人本來就是用米雕的名字 那我為什麼用米雕 就是喚起現在人對米雕的認識 其實米雕就是 就是那麵人 那它有什麼差別 差別就在 人家講到那麵人 就為了說 一幾個多多的那個米粉紅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米雕 因為材料改過了 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大 你要多大都可以 但是這個材料差別在什麼 因為那麵人呢 它主要的材料 一般我們在市井上 還是在一般 它都是做小小的 它不能做很大 但是我們用米雕的 其實這些計畫不同而已 其實現在這個米雕 它包括什麼 包括雕塑 把那個型先雕出來 把那個型先用保麗龍把它雕出來 然後再用米雕的計畫 米雕好了以後呢 它差別在哪裡 它有兩種做法 一種叫做混色 混色就是本來它有什麼顏色 就是什麼顏色 比如說我是紅色 配藍色的褲子 紅色就紅色 藍色就藍色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圖色法 是專門中原劑在用的 就是當它有色階 有層次 所以不同在這邊 一個是有建成 一個是沒有建成 一個可以做很大 一個人只是傳統小小一點而已 一個可以保持很久 一個不能保持很久 所以米雕跟那麵人其實是都一樣 只是做法不一樣 它用的材料 不一樣而已 因為我們都已經知道 米雕的特色是什麼 包含它的原料 包含它的顏色 或是什麼 它的原生已經有出來的情況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 比如說像我們一般民眾 要怎麼樣去 應該是這樣子講 我們一次一般民眾 我們不會知道說這個米雕 它是無所謂的作物 或者是裡面的產生 那如果一般我是民眾 我想要做的話 那我該如何從哪裡做手 從哪裡開始 比如說 那個麵糰怎麼去洗 怎麼製作 然後再來我怎麼把它塑造成型 要塑造成型 應該總之有一個 基本的原理開面下 好 那個 傳統捏麵人的材料 跟我現在在所謂米雕在用的材料 它的差別在哪裡 因為傳統一般 全神 它一般在用的 不過南部北部 傳統在用的就是用中間麵粉 中間的麵粉它有彈性 但是有彈性不行 如果是我要做一隻鳥的話 一定要加上翅膀 那久了以後翅膀會掉 它只有彈性 延展性很高 但是它沒有黏性 所以一定要加糯米粉 就跟麻糬一樣 它會黏 那就是因為你有加上糯米粉 所以只要是有加上糯米粉的東西 通常它都會裂 都會發明 這是它的缺點 而且它沒有辦法做得很大 那我一直強調說 其實米雕就是那邊 因為它的證明就是米雕 但我現在只是把它的傳統的東西 因為它不容易永久保存 把它改成用什麼呢 吐司麵包粉或者是玉米粉加白加 例如譬如說我想要碗 那我就可以用煮麵疙瘩 大家都會 就是麵粉加水 你煮熟了以後把它撈起來 你不要吃 把它撈起來 然後冷了以後你把它捏一捏 那個就是麵麵的材料 但是你如果要放久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加鹽巴 鹽巴是黃米漬 可以使這個時間保留長一點 但是我們以前吃的麵麵是甜的 對 糖也是黃米漬 像我的蜜餞 蜜餞就是加糖 所以它會保持很久 這是傳統的蜜餞 但是我們現在的米雕 因為就像白加了 所以叫布蘭池 這是材料的差別 那至於它的計法 它怎麼做 做法都一樣 我們基本上搓湯 就是先把圓的搓出來 搓完了以後 你往前推 往後拉 它就變成一個長條型 你要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反覆在做的時候 都是從圓的開始 譬如說我要做蘿蔔 白蘿蔔 紅蘿蔔 你就把圓的你手打開 這樣子一搓 它就變水滴水 基本上它就是用圓的 長條的 水滴的 這樣子來做組合 這是它的造型的應用 所以你在做這個米雕 我們還是要有所謂的 圖形概念的感覺 還有顏色概念 才有辦法把它組合起來 像一尊米雕這樣子 對 像我們譬如說 譬如說我要現在做一個 真的很流行的啪啪雄 然後它的頭 我們想辦法 它的頭都是圓的 稍微搓圓搓好一會 稍微有點搓圓 把它輕輕的壓 然後它的身體也是圓的 所以大圓一圈加小圓的 這是它的頭跟身體 那已經組合好了 那它的腳就用兩個圓的 由底下往上這樣一推 腳也完成了 那兩隻手呢 我剛剛不是說 也介紹長條形嗎 就兩個長條形 往它頭底下 因為我們的手呢 所以很多小朋友有畫畫 我以前也是叫畫畫 很多小朋友畫畫的時候呢 都是把手呢 從肚子這邊跑出來 不對 我們從從哪裡出來 頭下來是頸 頸下是尖 手呢 是從尖衍生出來的 所以它的手應該是 在頭跟身體之間 才把上去 那就是也完成一個啪啪小 基本上的概念 做法都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困難 但是如果我剛剛有強調說 因為它有一個圖色畫 這個方法是中原用在中原劑 不一定是機動中原劑 像普渡啊 像劍教啊 像花費啊 都是用這種方法 很少是用粉色畫的 因為它粉色畫比較單調 粉色畫是怎樣呢 是一般尿口在賣人 小玩意 或者是茶藝班 教學生用的 因為那個不上色 會比較簡單 這是製作上的不同 那我們除了材料 顏色 圖形概念之外 那我們的北部的目標 跟中央部的目標 就是什麼地方 其實都一樣 只是 做的人 呈現出它的間細度 那有的人 有的人是比較講求 很像 要像嘛 當然要像嘛 所以為什麼機動中原劑 它要 一定要看 除了是叫明雕以外 它要加過兩個字 叫做看桌明雕 那為什麼稱為看桌明雕 看字憶就知道了 就擺在桌子上 供欣賞用的 這是普渡猜言的 但是它的做法都是圖色法 它沒有用渾色法 因為渾色法比較單調 那老師要請問一下 那就是在這請問就是說 我們要除了中間服務之外 可以看得到之外 那還有一般的展覽可以看得到之外 那它還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開放 其實為什麼要有個看桌米 看桌米就 其實我們很多吃的東西 都跟季式大概有關係 像過年我們吃的年糕吃的話貴 像我們冬午節吃的粽子 中秋節吃的夜餅 冬至吃的湯圓 其實都是跟大概有關係 那普渡呢 它為什麼要用 還要加上這些泥麵來 看桌 那個叫做看桌 何謂看桌呢 看桌就是擺在桌子上 供欣賞用的 因為我們華人請吃的話要求的是什麼 要求色 香 味 那除了有好吃的品障以外 番茄做一些裝飾餅 那個就是看桌 所以看桌不一定是有看桌米雕 其實呢 用紙糊的也是米雕 用水果 蔬菜去雕的蔬果雕也是 還有另外呢 冰雕也是 那為什麼要加上這些可以看 以前都可以吃的 可以看又不能吃的東西呢 其實展現什麼 展現主人對客人的誠意 另外一個呢 是展現主人的財力 因為我有錢 我才做這些東西啊 不能吃的東西啊 讓你欣賞 這個意思就是重點是在 即是展現對神 對人的一個敬意 所以為什麼有一個看桌米標 差別在這裡 所以他現在應該這樣講 米雕它其實也是應用很廣 對 然後也是身具代表的一些特定的秘密 對對對 好 謝謝老師 還有一點補充一下 你剛剛 剛剛講到說 那一面呢 給人家的印象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為什麼我用的是米雕 因為人家都會物語的米雕是刻在你們上面 我就是把它回歸 讓人家知道其實米雕就是內面的 那內面呢 大家的印象都很小啊 像我之前有在台北衛生會展出 他邀請我去展 我說要展內面的 那個館長就跟我說 夏老師 我們的廠是很大 那我就跟他講 你放心 我們米雕的作品也很大 因為我們現在把它怎麼 你不是只有中原具在用 不是只有法會在用 一年有幾次啊 尤其是基隆士啊 那你如果是針對 辦法為 針對技師來用的話 那這些從事 美雕意思的人 他怎麼去生活 從而這就是把它 把它生活化 把它普遍化 怎麼普遍化 除了保留傳統的這些東西以外 我們還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等一下我們可以介紹到 把它變成衣服圖畫 把它變成立體的 把它變成半蝶的 我們把它多元化 這樣子的 學的的人呢 才有他發揮的空間 好 那我們照顧 我們就針對米雕來講 他一定有他特殊的意義 跟那些 比如說老師跟他講 那個形式的產業啊 英文什麼之類的 但我相信 那米雕跟米雕還是回到米雕呢 因為兩個是差不多 一樣東西 都是一樣 本來就一樣 有可能 會有米雕跟米雕一樣 那米雕也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就突選人才 也會有 也會是有這樣子的 對 所以捏面人他也會一樣做很大嗎 捏面人呢 傳統的捏面人呢 其實也可以做很大 那以前的是怎麼做呢 我現在是用保利龍 可以削那個形狀出來 但是以前沒有保利龍的時代怎麼做呢 因為我爸爸是中破宅 以前在做外匯的 那基隆的區域做得很大 都要用這些東西 那如果要做大件一點怎麼辦 你如果完全用枕頭的 你要做這麼大的話 你枕頭的都用面紋來做的話 反而乾的 裂的會 速度會很快 所以裡面就根本 以前都用什麼呢 裡面加竹子 加什麼 抱紙 然後用草繩 檢操 以前都用檢操 人家那時候還沒有塑膠袋 都用檢操把它砸起來 不過它能抹 然後再一層一層的 上面呢 再扒那個 捏面那個材料 以前的做法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其實他表面上 就好像那個桃子一樣 你如果塗太大的話 你去燒的時候 反而都會砸開 太薄的也會砸 太厚的也會砸 所以 為了要應付祭祀的時候 所以不能讓它發明 不能讓它裂掉 所以就用這種 以前的就是 竹架或者是木架 用報紙先做一個模式 做好了以後 再扒 捏面的 捏面的材料 然後再慢慢慢慢慢慢 塑形 老師多年來的那個 一直在進行 裏創作 又在做 裏教訓 不嘗試的教訓 那請問一下 你們的背後 支持你這個東西是誰 我自己有一次都過 因為我爸爸是中泡塞 辦廚師 那以前的廚師呢 都是拜師父 學藝人 他全套都要會 除了刀工 除了火候以外 那中文記這些米雕呢 因為麵粉跟中泡塞有關係 所以這些米雕呢 就由中泡塞來做 譬如說蔬菜類 水果類 山州類 水族類的這些 動物啊 蔬果啊 都是中泡塞做 那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 台語叫做 插水灰 就是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芋頭 用紅蘿蔔 用冬瓜 用馬鈴薯去雕刻畫 現在叫做 新的名字叫做蔬果雕 那M8台語就 插水灰 除了要捏面的以外 還要插水灰 它是全套的 然後師父怎麼教 他就怎麼介紹 它是全套的 那我一直在講 現在很單元的是 現在的中泡塞 是怎麼來的 現在的中泡塞呢 就是跟著中泡塞 台語叫做水灰 水灰也有分兩種 是藍的 跟女的 女的水灰呢 就是去幫忙洗菜 洗那個碗啊 盤子 那藍的水灰呢 有附酒 啪豆 跟湯材 以前端菜出來 要用湯拌 現在餐廳都亂來 都直接這樣子 還叫白眼睛 特製一樣 就是這樣 那是不禮貌的 對客人是不禮貌 一定要湯拌 因為木板 那叫湯拌 這樣子表示尊敬的意思 我剛剛不是介紹過了嗎 你請人家 除了色香味以外 還有理數也要有大法 所以以前的中泡塞 還是這樣子 但是我在初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也沒有電腦 沒有電動環境 因為家計也不是很好 爸爸是做這個行業 那中文劑又是很難 所以我 就常常幫我爸爸 做中文劑這些東西 你不聽的話 還有給你五筋 給你踏下去 你就是要幫忙做 那我現在要 那時候很氣 我也不能去玩 都被我爸爸這樣踏 被我媽媽這樣子 嘎嘎嘎嘎嘎嘎 以前男生女生 這樣子混 所以 就是因為被他 踏到以後 我會了 那會了 我剛剛講過 我本來是 教小朋友畫畫 那時候就看到說 既然是 我們現在不是拿到 基隆中原劑 全國的第一次的 無形獲勝認證 既然是做國家重視 那這些東西 你如果不老 要保留下來 你把它弄掉了 把這些東西弄掉了以後 你以後想要再找回來 那才叫情境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才敦促我去 現在我說 常常在開玩笑 我現在服務真言 不是在家畫畫 畫也不畫 然後再 就在搞 窮迷問 那就是要把這些東西 把它留下來 我雖然是 受文化局列車為 擬雕記憶保存者 但是 一點用數都沒有 如果工部門不重視的話 以後這項記憶 你們人都有沒有錯 但是我是在中原祭 祭拜這一塊 他的共品 看作品都要這一塊 一定會消失 但是消失了以後 你怎麼去找回來 文化局也曾經 很多次找曾哲良教授 跟我共同 我們把那些資料搜集了 也出了很多 有關中原祭 共品看作品標的書 但是 中原祭是誰在玩的 中原祭是個性中心會在玩的 你公佈每要介入的話 有難度 但是個性中心會 現在是15年才能到一起 那以前15年前跟15年後 過往的人就很多 而且他也沒有教授手 所以留下來說 一定要怎樣 然後呢 沒有專策留下來 再來呢 因為大環境 經濟環境不好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心態呢 有班就好了 就沒有按照傳統 既然沒有按照傳統 你怎樣把這個東西留下來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才不務正願 畫畫不畫 來教米雕 就是希望 把這些東西留下來 能留多久 我也不曉得 我就盡量做了 做到什麼 做到我不會做她的 我兒子會學嗎 會學嗎 兩個都會學 我媳婦不會學 也加到現在 也在國中的上課 他不要這樣 為什麼 雞龍中原祭 一年到一次 都讓你討好 不會成功 所以除了中原祭 傳統的記憶以外 那些看果以外 看出米雕以外 才延伸出來 把它變成 這叫做糊雕 傳統的比較糊雕 那傳統的看久了 人都喜心厭惡 喜心厭舊 看起來他也看煩 所以要延伸一些 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每次教學生 做作品的時候 像我說 福 今年是福年 跟福有關係的 福福生風 威風的風 把它改成豐富的風 把它做成一個 好像雞蛋一樣 那也叫 也是福的展現 譬如說 我做一隻鞋子 叫做獨步天下 那如果兩個鞋子 擺在一起的話 叫雙雙對對 那我把它反過來的話 兩個腳沒用 叫各根前層 那一樣是鞋子 我把它擺在一起 叫三足鼎立 那如果四隻呢 鞋子我須到頭頭 叫做四方來襲 那我五隻鞋子 五腳鞋子 上面呢 把它放一個元寶 你看叫做什麼 叫五路進財 我只是鞋子 我算是鞋子 我算是鞋子 所以就是說 除了做很像 做很像大家都會 那有什麼事情 你也做得了 我也做得了 我做比你更加水 那你要用怎樣 把我們故意的文化 把它傳承下來 裡面包含的是 除了記憶以外呢 還有這個文化內含是什麼 我們現在做四子 就知道四四如椅 這加一個如椅 但是如果加個碎呢 那個叔叔那個碎啊 這是什麼 叫做四四如椅 碎碎平安啊 然後我都看不見 看不見 你會用嗎 你也不會用 只有我會用 這是我跟人家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做四大天王 就是告訴他 四大天王也有故事 他在封神榜的時候 叫做摩家四教 那道教呢 數代金公 佛教呢 叫四大天王 你現在去中正公園看一下 佛教的四大天王 他底下腳下有柴小鬼 道教沒有 那個封神榜裡面的摩家四將啊 那種花七五 這是什麼 脾氣爆臭的 要摩鬼怪 像中葵啊 像張飛啊 像周昌啊 人家都玩了 我 那邊有兩句 有花七五 那就是摩 那就是腰 所以你要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稍微帶著我去摩托的 把那個內涵 我們在傳什麼 除了傳這個記憶以外 你要包我們中國五千人律師文化 要把它傳下去 沒人知道 你不在哪裡 像這些 也是跟佛教有關係的 菩薩 它是怎麼來的 所以你要去看書 然後呢 再去找圖壇 把它的每個人做出來會不一樣 就是把那個神印把它轉成出來 把那個福山把它轉成出來 像這個 這是它的修道 為什麼叫做禁禪 裡面用藍色的 很禁的意思 然後呢 因為經濟不好嘛 所以大家都心情想要空氣 所以你看 像那個 就是財神 那個財神是 武財神造功名 這是玄壇元帥 人家知道是中壇元帥 所以五路財神 所以你要第一個 你要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學生很喜歡送我的歌 我一半都在講過我 都聽到一齣 我媽媽都不知道 我怎麼就是這樣 因為就是這樣 所以都不知道要看你這樣 不是把它做得很漂亮 把它做得很像就好了 要做得很像很簡單 照相機給我 你要多大都可以 所以我現在交的方法 不是自誇 我交的方法說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 才有我們 把我們傳統的計畫保留下來 然後同時 也把我們的歷史文化內涵 變成把它保留下來 我們知道 所以為什麼轉轉轉 要回解說員 你如果不解釋 都會看我 這樣漂亮 就過去了 我就不要演 在外面第一句 因緣得緣 在什麼意思 因為很多 然後中間再旋轉有沒有 那個靈感起自於什麼 洗衣機的靈感 因為洗衣機在洗的時候 它會轉 那我們如果一桶髒水的話 你竟然把它叫貨 然後它會旋轉 最後呢 那成年故 那我們很多緣就是善緣 好的緣 那很多善緣 因為因緣機會 在一起的時候呢 一些事情就會很圓滿 叫做因緣得緣